鬼祟祿 《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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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一丶期待的 袁俊棠 等我一下 我想去买点冰淇淋 一起去吧 这是跟我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李诗娅 比我大一岁 那这次就买那种大桶的吧 可以挖着吃 真的 你不拦我 拦你干嘛呀 正好吃胖点 出门回头率也不会那么高了 金桃你好调皮呀 在打什么算盘呢 没有啊 快点老实交代 她不是我女朋友 没有表白过 也没有被表白过 但是 哦 君桃 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不喜欢的话 就躲开 怎么不躲开啊 让我总是那么期待 是啊 入学前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遇见的 就在我的青春 我的二十岁 是在等人吗 奇怪的女生 她是谁啊 好像有点眼熟 是复读生吗 那个 我们在哪儿见过吗 不是吗 你难道是以前在辅导班见过 也不对 也不对 这种大美女 国珠见了可能冲上去 国珠 给我自身 国珠你干什么呢 是呀 你这个坏家子 天天就知道乱花钱 冲旨 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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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书的李诗雅 是你吧 没错 我是李诗雅 想干嘛 哼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呀 你干嘛 我还以为你会躲呢 反应这么迟钝啊 随便把打火机往别人脸上烧 不怕我报警吗 薛瑶 去报警啊 从见面开始你就一直偷看 不怕 以为我没发现 私生服 跟踪已经退出娱乐圈的普通人 你报警 试试 对不起 都是误会 我只是看你眼熟 我哥们是Dream Sweet的粉丝 我每天都被他逼着看照片 真的 他是狂热粉 Sweet Caramel Sweet Sweet Caramel Sweet Caramel 嘿 对 对不起啊 我约了人 先走了 天这么冷 快进去吧 等一下 新学期 真是期待啊 哎 哎 不是吧 多过十一点了 不会从白天一直等到现在吧 不许说出去 哦 不许跟别人说我在这里的事 不然 就打抱你的头 真是 太冷了 什么 你说清楚 刚才你是 你倒是醒醒啊 120吗 有人发烧晕倒了 闽松大学外的公寓区 几号来着 我不是毛夹井啊 昨晚在医院折腾到半夜 今天一大早就吵什么声 金头 早饭吃了没有 没吃的话将一起 吃了 喂 开门啊 金头 不一起吃也别把我关外面啊 春夏昨天晚上还住院了呢 无事献殷勤 肥尖即到 今天一整天都没有见到姐姐 要不明天我去文学院找他 金头 瞧你吓的 今天上课怎么样 肥尖即到 肥尖即到 糟了糟了 今天要点名的 肥尖即到 早上好啊 金头 晚饭吃了吗 还没吃的话 买了 金头 下午有课吗 作业 哎呀 今天回来不太晚了 你知不知道学校里的试团文化群 不知道 居然开始明目张胆的等我了 他到底在想什么呀 哎 美女啊 你确定是来找她的吗 我上手了 鲜桃 来 屁的这儿 这儿没什么 这儿好漂亮啊 不是吧 袁军堂 看哪儿呢 下课了吧 下期没课的话 等等 李师 你跟我来 好羡慕 你怎么找到教师来了 怎么回事啊 那天你打120的时候 不是都说了吗 哎呀 我不是报假警啊 我叫袁军堂 闽松大学纳米功成大一的 你们快点过来呀 他都失去意识了 啊 原来 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 我有喜欢的人了 不能接受你 你现在这样不是很明显吗 是他救了我 我爱上他了 是吧 军堂 幽默细胞太发达了吧 不是就最好了 那你干嘛跟着我 之前说一起吃饭什么的 这次又到学校来 因为我没朋友 想跟你做朋友啊 和我 为什么 一楼女生住的那里 我租下了一整层 现在一楼只有我一个人 那房租 当然是交三人份喽 看来你超有钱 突然想跟你做朋友了呢 你应该也知道 我之前发生过一些事 才退圈了 所以一直不愿意见人 不过 我想试着改变我自己 我们住得这么近 你还帮过我 所以 就是因为这个了 是吧 手机号告诉我吧 有机会 一起吃饭 你看起来心情很好嘛 那个 李学姐 不用这么举手 随意点 好吧 你一镜一照的想干嘛 调皮一下嘛 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 不行 我今天晚上要参加开学派对 你得排队 珠儿姐学院里的开学派对 会有什么活动啊 还好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还担心跟你做了朋友 你会误会我 然后缠上我呢 这自信 好好的吗 也不无道理啊 那你大可以放心了 那要是我喜欢上你呢 好像 没这个可能啊 这可说不定了 想什么呢你 这人能随便招惹吗 想想珠儿姐姐 真想把这两天的遭遇 告诉过珠儿啊 喂 坚头 听你那边好热闹啊 打 打爆头小姐 说什么呢 你喝醉了 怎么可能 那你几点回来啊 打爆头小姐的声音 真好听啊 开学派对好玩吗 好玩 大家已经喝嗨了呢 是吗 我也想去 那就参加你们戏的呀 我不是休学了吗 而且我去了也没有朋友 不是都和你说了吗 哦 想起来了 哎 美女 是今天早上见过的美女吧 还我 一边去 别碍事 放手 你 那个人是 你 你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你们没打架啊 那我不是白准备了 干嘛准备这个 不是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真不快就又先变了 我还在想 要是能再见到你就好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 这声音 这就是缘分吧 就是刚才抢电话的那个 认识一下 我是纳米工程专业打三的 认识一下 能干嘛 以后说不定 可 可以 谈谈恋爱 拜托 想做梦琴一个人做 干嘛在学弟面前丢人现眼啊 君堂 我们走 大 大姐 干嘛拉我走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怎么牵牵手 心脏就狂跳不止呢 等等 聊两句再走吧 我们已经说到有话说了吗 放手 喂喂 聊两句又能怎么样 我还会吃呢你不肠啊 真是难缠 你以为我在担心我自己吗 我是在担心 啊 你拿着他这样干嘛呀 想打人啊 快来啊 你倒是打呀 这家伙真是罪得不轻了 不能对哥哥这样哦 别碰他 啊 特别伤口呢 给 大哥你也尝尝 快快快 啊 就在里面喝了那么两口 你不会就醉了吧 怎么会呢 看好了 我化霸气 真能喝啊 敏松大的骄傲 我把功课典范的名号 让给你了 看到了吗 都喝光了 人呐 啊 慢点啊 慢点啊 喂 你练着九瓶到底想干嘛啊 差点被警察抓个现行 是吗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什么 只要走出家门就会闯祸 明明下定决心要安分心 可一出来就又这样了 真是要疯了 我还以为不肯出门 是有什么心理障碍 所以你是 真的会打包别人的头 这个吗 什么 五百米开外 都能看出来它是个有故事的人 这个世界 一个人活着太难了 我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待到死 是少要有个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出手相助的朋友啊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 不过关键时刻拉你一把没问题 因为我要跟土豪做朋友 其实我拎着酒瓶过来 是想等到开学派对结束以后 跟你一起喝一杯的 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不知道啊 每年搞开学派对 各个专业都会做这种一拉包 食品营养学 电器专业 哲学系 看这个 还有牛马系 那是什么专业啊 那是 有点害羞 姐姐要介绍我了吗 那是GM似乎特的李诗雅 什么 谁 李诗雅 就是那唱似乎特凯瑞 糟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怎么在这里啊 听说她退圈啊 是吧 是诗雅 我知道的明星不多 不过我认识的一个学弟 是诗雅的狂热粉呢 名字叫国珠 他就是李诗雅 我说的头像都是你呢 他就是李诗雅 就是之前闯了货 说退出娱乐圈的那个 我想起来了 是因为乱说话吧 听说她怀孕了 我记得是因为跟其他成年 大打出手 不是吧 怎么啦 不 不是 不好意思啊 他是谁 那个短头发的 他故意地把我 喝心 你怎么这么说话 先走了 君堂 我 我说错话了吗 他是你朋友吧 没有 不怪姐姐 干嘛 有 有件事要拜托诗雅学姐 我爸爸妈妈比较保守 要是知道我晚上不回家 我肯定会死得很惨 所以能不能装作是我的朋友 帮我打个电话 你怎么不去找刚刚那些同学 那么多人就没有一个是你朋友 他们现在可能都喝多了 不接电话 我要好的女性朋友就只有你了 拜托 拜托 心地善良 心胸广阔的救世主 我 李诗雅女神 开学派对接说得太晚 错过末班车了 是的 我是朱朱的同学 朱儿今晚在我家睡 好 没事的 阿姨 再见 你们干什么呢 进来吧 我又给客人准备的被子 我又给客人准备的被子 是啊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又不敢说你恶心 我错了 对不起 我喜欢你 我们很好吧 好啊 我也喜欢你 我 了不起啊 这么低度数的酒 居然还能促成一桩美事 等等啊 房间里有点冷 我把空调调高两度 干嘛 我喝酒就会全身烦热 我们绝静 还能破坏一段感情 旧我的威力 利耀不起啊 我去拿点瓶装水 睡在橱柜里吧 对 就在了 这是 不行 就接上来了 我出去吃吃风 就这么出去啊 外套呢 不管啊 石娅姐 披上这个 难道你还想去医院吗 真是 石娅姐 干嘛出来 外面太冷了 披上吧 不用了 我不怕冷 下一位120患者 喂 好了 快披上 好 珠儿姐 人不错吧 臭小子 出来就是想说这个的吧 你来这儿读大学之前就认识他了 嗯 我们在同一家辅导班补习来着 真羡慕你 能跟认识那么久的人相处得这么愉快 我就走不透了 明明一直关系很好 可是突然之间就不再见面了 说是会站在我这边的人 可最后 也都离开了 好 我想要故意装作不在意 可是 她好像有着一股独特的魅力 牵动着我 本想 只是做个普通朋友 见面打个招呼就好 可我现在 却更想了解她 喝那么多 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要是有下次 我就是狗 狗 施压剑 你眼睛肿得好厉害 干吗 又不是我把你惹哭的 周二姐呢 早就坐第一班车走了 说是不能有酒味 不然会被骂 洗了澡才走的呢 她家里管得是有点严 你和周二之间 其实是不太熟吧 说什么呢 我们关系好着呢 而且我还想 我干吗跟她聊这些 昨天还真是喝多了 被我放哪儿去了 不行 舅舅上来了 我出去出这风 就这么出去啊 外套呢 不管了 施压姐 披上这个 行啊 那个 施压姐 嗯 这也是你的 哦 这个 早就该扔了 好像不该问 李施压的过去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金唐 我这是干什么呢 喂 自己一个人想什么呢 快看看我 喂 我 我这么丢垃圾 君头 晚上我想点炸鸡外卖 一起吃啊 哦 点 无骨的 好 我呢 根本没朋友 没人关系 哪有 可可 这一块好好看呢 是啊是啊 君头 给我拍张 李施压 朕和同龄人完全不同 学校组织的春营 没去过 地铁卡充值 不清楚 时间不早了 再见 哦 君头 给你看看好东西 哦 什么时候拍的 能发到群里吗 问问猪二姐 哦 你小子 这么喜欢猪二啊 哪有 没有啊 哈哈 嗯 很明显吗 嗯 超级明显 还有 君头 你想不明白 猪二为什么不跟你去图书馆吗 猪二她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刚刚都说了些什么呀 哎呀 哎呀 我忘了吧忘了吧 求求你了 不 我觉得很美好啊 照片我已经发喽 哦 什么 君头 我们回去吧 啊 这是不是有点 啊 哎呀 袁军堂你醒醒 这对她来说 就像是喝水吃饭 打招呼而已 快醒醒 感觉很好 是吧 什么好啊 天 天气啊 春天来了 你没事吧 嗯 不知道 很多事都想不通 啊 君头 喂喂喂 现在是想来就来啊 你好歹敲个门呗 去 你不也每天都来藏一顿饭 想来就来吗 晚上你要出去吧 那个 我呢 准备了点东西 快去洗一下吧 要快一点哦 哎呀 好疼 好疼 什么疼 忍着 不许笑 我我害怕 没什么啦 弄得不好 就说出点血咯 可快别说了 收尾 干嘛 干嘛弄这个 说是三男三女 不过最好你去了 是全场最帅哦 而且 我也想趁这次机会 看看你到底有多帅气 虽然想问她 干嘛想看我帅气的一面啊 但是 平时拉拉他他 想看看有没有挽救的可能啊 还是别问了 好吧 帮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把其他人的风头都抢过来 不过 不行你真的带个女朋友回来 为什么 原来你有女朋友的话 就不能再这样一起玩了 那能怎样 反正我们是朋友啊 说什么呢 朋友之间 怎么会牵手呢 又来 又这样好不在意的撩人心扉 不知道她原来就这样 还是只对我这样 是在开玩笑 还是缠着她的真心 团里发的耳钉 就是不行 又发言了 自己一个人真是 太无聊了 是小姐 君堂 还没睡了 等你啊 点一会儿好玩吗 嗯 喝得不少 但我没怎么醉 你看我 你看 我还能走直线呢 走得真棒 二十岁的阎君堂 走路小神童 施丫姐你呢 干吗了 我 就一直待在房间里啊 哇 我太羡慕你了 我也超想求学的 七中考那段时间 整天在房间里待着 想吃就吃想睡就睡 你嘴唇上 你们来看看 好看吧 我没擦干净 你们这是玩什么了 嘴唇上怎么有口红 不是你想的那样 大家开玩笑 给我化妆了 我还以为你们 玩着玩着 玩过火了呢 是挺过火的 玩过火了 喝交杯酒来着 不过不是我 是其他几个人 那你呢 你玩什么了 保密 为什么 没什么 我也想搞个看起来就有故事的人设 所以 保密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缘由 本来就是性格 这个吗 许秘秘 人设 看来真的是玩着太过火了呢 开心吗 谈不上什么开心 我就是配合一下大家 开心你就直说呢 玩都玩了 回来装个什么劲啊 也不是装了 那你玩得不开心 其实我能感觉到 我们俩的想法 已经有些错误了 我告诉自己要闭上嘴 否则言读必试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 闭上嘴 就是 默认了 君堂 你呢 是那种即使不愿意 也不知道拒绝的人吧 你这样的话 总是让我想使坏呢 什么 什么 其实我知道 但没有避开 好 手给我 有点烫到了吧 不好意思啊 进屋用凉水冲冲吧 那我回屋了 你不回去 我等会再进去 王儿 那个 招租是怎么回事啊 看到那个 心里一直惦记着 还有 想跟你 说说昨天晚上的事 咱们 和好吧 喝 可爱 尔子 看来 你去看吗 我听说你这个 要跑了 我看你这个 你不得了 在这儿 先进去 坐下再说 对了 你不会是 车吻吧 你 你还好吧 怎 怎么 怎么 怎么了 就 就那么差劲吗 不不 特别棒 那一吻 软软的 刚刚好 啊 怎么办 那以后别人每次问你 车吻是什么时候啊 就说 大一的时候在车座门口 再问你 跟谁啊 就回答 跟着我楼下的姐姐 这样说啊 那 有点 有点 是啊 姐姐 我们先冷静一下 换个话题 谢了 大门前贴的那个招租广告 是什么呀 就是想把一个房间租出去 这么突然 就是 觉得我每天只跟你和朱儿在一起 我有点 我也想要认识更多的人 嗯 那 考试结束以后 诱惑一下朱儿姐 咱们仨一起去吃 章鱼小丸子吧 听说小吃间那边有家店很好吃 好啊 去吧 我能 牵你的手吗 可 哦 她的头 靠得这么近 能听到我的心跳是吗 我洗了澡才出来的 身上没什么味儿吧 她不会因为我紧张 误会我什么吧 干嘛 问你干嘛 很开心吗 什么呀 你好像 并不抗拒吗 笑什么 真不爽 往旁边挪一下 讨发烂了 太过分了吧 你生气了 不管怎么样 都需要个结构 要是不这么做的话 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我们不如真的交往吧 疯了吧 怎么 你不愿意 你可是李诗雅 我怎么呢 你喜欢我吗 非常 长相刚刚好是我的菜 还有个子刚刚好 肩膀呢 也刚刚好够宽 腿也刚刚好够长 身材比例还不错 我把极限看起来也刚刚好 还算有引力剑 一瓶也刚刚好 住得又近 眼灵差也刚刚好 你不喜欢我吗 我 我 只是 为什么会带我去楼顶呢 谁 我 真的很想知道 非常想知道 可是想了又想 还是 想不完 每个晴天 每个雨天 每个明天 好舒服 这么温柔 这么困厚 就这样 安逸的 犹賤的 不努力 你不找工作 荒废自己的才华 再找个男朋友的话 会被看不起吗 眼前这位熟睡的女生 是那么神秘 我 直接出去不行吗 反正什么事都没有啊 一起出去吧 我一点也 搞不懂的 好吧 胡子 昨天晚上就想摸来着 你没事吧 你们 你们 猪丸 才没有 干嘛啊 明明是一起睡觉了呀 我 我的意思是 就是那个 睡觉 不睡觉还能干嘛 跟你们说不清楚 喜 喜欢吃金枪鱼吗 喜欢 感谢爸妈开了树鱼片殿 我好幸福 我是喜欢 不过 我没问你要啊 别再来找我了 不然 小心我打爆你的头 是我 错了吗 是我 错了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干嘛要说对不起 一楼冰箱里的酸奶 是我喝的 不开心 我的酸奶 我去买一冰箱给你 社团物化结实 你干嘛 我 我和朱二姐提前约好了 帮忙社团拜拜摊 发点礼品什么的 那你找个借口 让别人替你一点 这个 可 傻瓜 我是想跟你约会 约会 明星来了 我去 这是谁啊 就是明星啊 巨美啊 我去 尖堂 啊 你来了 哇 你倒得挺早啊 照例教学楼挺远的 你可以选的地方 你 你 我 怎么了 怎么 你怎么不直接拿张海报 告诉大家你就是前明星李世雅啊 你也太保守了吧 今天文化节大家都这么打扮啊 可问题是只有你很抢眼啊 今天把这个披上 哼 包手 专制 独裁 老公板 大难自主 来吧 今天是文化节第一天 进行开起来吧 进行开起来吧 那我先进去了 哦 好 有人吗 我们来换衣服了 那我们走啦 走吧 哦 好 若妮姐 若妮姐 你忙吧 哦 哦 我 祝你们玩得开心 今天 其实很开心 很心动 也感觉到了 一次次优越感 虽然一直以来 我都不肯直面自己的感情 也避开了她的视线 不得不承认 是因为猪二姐 因为心里那股莫名其妙的罪恶感 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 今天玩得开心吗 哦 因为跟我一起 但是 我感觉 我无法再欺骗自己 去坚持自己最初的那份情感 啊 你今天 怎么一直开我玩笑啊 为什么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啊 那你是真的喜欢我 喜欢啊 希望她可以亲亲 所以才不跟你交往呢 我要是有了女朋友 可就不只是亲亲了 那除了亲亲还有什么呀 有啊 你不知道吗 那是什么 说来听听啊 要是不告诉我 今天不让你回家 但现实中没有如果 我们总是在改变 快点说呀 你这是在模仿什么呢 审讯啊 老是交代 啊 就是那种 听到这样的话题 就这么有兴臣 陪我待一会儿再走 出去吃点粥吧 不想吃 那你想吃什么 你 我是说吃的 吃的 你这人 那你也能 锦涛 你心脏快炸了 你这个人真是过分 我也知道 心胖胖的跳 声音大的都传到我的耳朵里了 到了这一步 我不得不承认 我好像真的 喜欢上她了 我到底在想什么 居然会对这么让我不安 这么让我难以驾驭的她 如此沉默 我走了 若妮姐要是知道我在这儿 肯定会乱想的 你现在出去也会被她发现 就待在这里吧 你别走了 好 那就再待一会儿 我 走 走 快 走 今天一定不能再犹犹豫豫 把关系彻底确定下来 高章的感情在一瞬间凝固了 原来只有我的心在小鹿乱庄 他的眼神 却净入止水 喜欢的人 我有吗 今天吃东西了吗 那水呢 我洗了澡随便吃了点 你呢 今天吃什么了 我 就食堂吃的 炒面 炒饭套餐了 二楼的那个 我还没去过活动中心的餐厅呢 没在活动中心里 是在旁边学生会馆的那个 哦 这样啊 是呀 昨天的事 别太在意了 讨论区里是有些帖子 不过也没那么受关注 大家肯定不会记在心上的 而且啊 还好有猪二姐引爆全场 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猪二姐身上了 说她是闽松大学的夜莺呢 所以 别太在意了 以后找机会请猪二姐吃个饭 谢谢她吧 干嘛要谢她 哦 本来一整天心情都很好 结果被最后的舞台表演搞砸了 唱的歌跳的舞都那么烂 还配叫舞台秀 还有最没想到的事 不过今天呢 我还是唱歌吧 是啊 我上高中那会儿 外号是人间夜莺呢 怎么会因为这个生气 猪二姐上去也是为了帮你啊 我又没让她帮我 我才不稀罕呢 是 诗雅 她起来了 那你到底干嘛要上去 上去了怎么不唱 她是看你就愣在那儿 怕你有什么事才上去的呀 到底对什么不满 干嘛发火 君堂 她也在 我发火的原因 你真的不明白吗 诗雅 你还好吧 我能进去吗 对不起 我走了 我走了 果然 你欺负她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果然 回来了 出去回来都能碰到 诗雅姐你是在这儿当门神吗 因为我要收过路费啊 对了 我今天叫猪二过来玩了 我知道 不过她说得回家呢 嗯 本来想请她吃夜宵 还想道歉的 还好她没来 不然猪二姐 肯定会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你笑什么 我是认真的 那我先进去了 干嘛那么急啊 在这儿坐会呗 我这么有魅力啊 居然还有女生 扯着衣角不让我走 诗雅姐 我还有作业 不好意思 作业和我哪个重要 那还用说 当然是作业了 你干嘛从早晨开始就一直躲着我 其实你这样 我真的很心动 也很开心 那你就乖乖的 干嘛要躲开我 我讨厌自己一厢情愿 你也会对我有这些想法吗 还是说 只是玩玩而已呢 我其实没生气 以后我还会把施雅姐 当成是朋友 对了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 朋友之间 怎么会坚守呢 那我们 就只做朋友该做的 施雅姐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吧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什么 我刚刚说 我就看你了 能躲到什么时候 怎么一大早就把朱儿姐叫来了 你说呢 我就是想找朱儿聊聊谈恋爱的苦恼 本来跟我暧昧的男生 突然间不理我了呢 我想知道 到底为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说像这样三个人聚着吃饭 真开心啊 我去下洗手间 啊 有你的 昨天回去之后怎么不回我消息啊 不是说好做朋友的吗 那就别躲着我 昨天太累了 躺下就睡着了 谁躲着你 好了好了啊 开吃吧 我坐在草地找寻你过去 也许 朋友的距离 从那以后 君堂 下课后一起去看电影吧 我要去图书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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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准备期末考试了 嗨 嗨 嗨 啊 啊 哈哈 我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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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的目的是 什么 你 你 想脱了吗 你 然后我 但我还要用你 找到孩子好吗 你找不到孩子好吗 一定能披尬吧 你 昨晚下定决心筑起的防线 好像有点坍塌 不想看电影 那去喝一杯吧 没错 是她 施雅 施雅来了 施雅 真是 这不是回家的路吗 因为要回家啊 都说了想喝一杯了 大家都认出你了 还敢来学校 干嘛要这么做 因为想跟你在一起啊 那就再加喝 昨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防线 全面坍塌了 我去买 你先回去吧 好呀 快点回来哦 好呀 快点回来哦 好呀 快点回来哦 不知道施雅现在到家了没 喂 你 喂 你怎么走路的 都不道歉吗 君堂 施雅 我以为你已经回公寓了 在等我吗 看到那人长什么样了吗 没啊 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施雅 你 我以来说几个吧 比如 无时不刻都会响起的快门声 不数个对着你的镜头 匿名网民的肆意抹黑 不愿而通 朝下面拍的相机 明星 从来都没有隐私 别 别报警 求你 求求你们 别报警啊 别报警了 为什么 报警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种话我听多了 路的又不多 没办法处罚的 没散步出去 没构成伤害 不是在私人空间被拍摊 也没办法管啊 原来 他一直 不许 跟别人说我的事 不是爱 挡抱你的头 他 一直都没有走出来 所以说就别叫警察了 咱们想想怎么解决吧 怎么解决 很简单啊 我 痛打他一顿 不过分吗 诗雅 你先冷静一下 我就是冷静了才一直没直升 直到今天才找你们帮忙的呀 就打他几下 让他长点记性 不可以吗 这种人绝不是一个两个 今天如果放他走 他肯定会更嚣张 那下次来多少人就不好说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明星了呀 用不着考虑自己的形象 这种人渣做了坏事 就必须要受到惩罚 而且 我又没说往死里打他 我只是想轻轻地教训他一下 真好看呐 怎么才能多弄到点生活照呢 那个才更有卖点 那个得蹲点 看一看又不会少块肉 没热度就没流量懂不懂 多少人想要曝光度都没那条件呢 你忍一忍笑一笑就过去了 这样对大家都好 是吧 对大家都好 我的工作是唱歌跳舞 而不是出卖自己的隐私 看把你交惯了 你就忍忍呗 又没让你漏太多 我舍了 伤害你 是会变本加厉不生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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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会变本加厉不生吗 我 我 李世雅小姐 我是元君堂 我能进去吗 嗯 请进 你在干吗呢 看美式播主的视频正在直播呢 现在要开始大口吃面了 正在挑战加了火锅底料和蘸水的火鸡面呢 这不可能吧 我看肯定吃不下 是啊 你先听我说 那个黄毛 我们没报警抓他 因为珠儿姐 她动了手 还挺重的 要是真报警的话 我们肯定会被反咬一口 不过你看这个 他的学生证 还有SD卡 按了手印的保证书 我们说不会报警抓他 他就真的乖乖听话了 现在国祝和云泽去那小子家了 把电脑格式化 顺便把云端里的也都彻底删掉 证据现在都在你手上了 怎么处置随你 去报警也好 去学校举报也好 或者就让他天天心惊胆战地活着 等他工作了 结婚了 再发出来也行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 他可能会烦咬你损害名誉 不过咱们交点罚款 就让他彻底抬不起头 好像也不错呢 你可是一个交了三份房租的人哪 反正我们是一时着急 只想到了这几个办法 总之 现在决定权在你手上 你想怎么处置他都行 嘴上总喊着要打抱别人的头 但其实 从来都没有伤害过别人 不能欠你 我要亲亲小嘴 不行 那不亲小嘴亲哪里呢 那就 亲亲小脸 不行 左脸 不能亲脸 额头 不行 脖子 喂 脖子下面就不太好了吧 你 给我吗 军堂 随便你吧 谢谢你啊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诗雅没有报警 也没有去学校举报 但是 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 社交账号 手机号都在我手上 不管他在哪 我都会一直看着他 居然还是用于教育专业的 等了老师 就去教育不够的 找到工作就去公司举报 自己开店的话 就去门口贴大字报 看来他喜欢持久站啊 加油 加油 最后一门 终于 开完了 你怎么了 怎么在这儿睡啊 我就睡半个小时 等会儿叫我 晚点有期末派对 可我现在困得要命 昨晚没睡 三天没睡了 真羡慕你啊 可以休学 不如我们一起出去散散先 我们 去哪儿啊 都可以啊 哪儿都行 只要跟我在一起 去哪儿都无所谓吧 是啊 怎么没声音了 怎么 怎么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干嘛呀 什么怎么 你干嘛露出那种表情啊 你说什么呢 这是 这是 听到那句玩笑话 满脸肥红 这 就像是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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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意的吗 他不会真的 我向简单吃点东西 去咖啡厅吧 好 所以呢 你们怎么会在冰江碰到 本来想在冰江小吃街逛逛来着 没想到在露天酒吧碰上了若妮姐 简单聊了一会儿本想离开的 没想到 锁了没几步 她突然崴了脚 然后 我就只能扶她去医院了 后来呢 医院晚上只有急诊 买药包扎什么的 然后从医院出来以后 等了很久也没有叫到车 好像又有点饿呢 然后就在医院的走廊里歇着了 早上打到车才回来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真好吃啊 她没事就好 奇怪 今天怎么感觉 唉 接下来干嘛好呢 看电影 打游戏 都行啊 今天 好像约会呢 天黑了 要不及喝两杯 真的想再约会呢 搞什么 你早上干嘛用那种眼神看我 啊 是你做贼心虚吧 我只是看了你一眼而已啊 哦 但也确实挺可疑的吧 早上一起回家 还扶着她什么的 没有啦 有我这等神仙姐姐住在楼下 你怎么可能会对别的女生有想法呢 管你昨晚去干了什么 我都不在乎 哇 这么自信 可 的确无法反驳 好啦 去喝一杯吧 你也不太能喝呀 还是回去吧 哎呀 好疼啊 我的脚也崴到了 受伤的地方 要用酒精消毒才行呢 走吧 去喝一杯 你说什么呢 好疼啊 我想起了她以前说的 我就看你 能躲到什么时候 我真的 没办法抗拒 背我吧 这 这 我有点 伸去喝 去 这样的她 又有谁能抗拒呢 哦 看着好好吃哦 哦 我的帽子 在那里忘了拿了 要不去找吧 哎呀 算了 喝酒 干杯 哎 其实酒一点都不好喝 太苦了 那干嘛来这儿啊 来喝酒啊 嗯 跟你 不过这个嘛 有蜂蜜味 挺甜的 蜜酒真是好喝呢 别喝太多 后劲可大了 会醉的 好喝好喝 干了 你干嘛 嗯 怎么了 你干嘛躲着我呀 太老套了 先喝酒再牵手 然后亲 反正就很老套啊 那我们 就是做朋友该做的 我都已经那么说了 绝对不能沦陷 嗯 其实 我将你出来一起喝酒 是有话想问你 哦 什么 我明天约了朋友 朋友 朱二姐 不是 是若妮姐 不是 那是谁啊 你不是没朋友 明明一直都很好 原本站在我这边的人 也都离开了我 那 是你以前当歌手时 交的朋友 约束也好了 不过我还没想好 要不要去 这有什么好想的 你们关系不好吗 也不是了 那就去啊 是男的也去 约了 男的 嗯 女的 你希望是男的 还是女的呢 洗手机 我正在约会呢 请排队 按顺序来 难道别人根本不把我们看成是恋人 你希望是男的 还是女的呢 女的 女的 我都说了 是来约会的 啊 是真的 世人也穿得太那个了吧 我就是高顺序就出来的呀 有什么意见吗 干嘛 一点准备都没有就被拉出来了 好不好 你笑什么 不许笑 好了好了 下次约会之前 我会提前告诉你的 心里 你 开始期待下次约会了 但他明天约的 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唉 我都说了 米酒后劲大着呢 现在知道了吧 给你 蜂蜜水 我 我 谢了 根本就喝不了酒 干嘛那么逞下 我 我手机呢 你真要出去啊 谢了 才冲得这么点电啊 算了 不带了 你今天到底要见谁啊 不愿意说就算了 是夏颜姐见 我走了 詹姆斯威特的队长 夏颜 不知道他们俩 会说些什么 夏颜姐 你慢点 快点 这边 这儿可真热闹啊 这儿可是全市最有名的店 想喝点什么 我请客 今天我们终于成团了 一定要好好庆住 来吧 别跟姐姐客气 蜂蜜柚子茶 我不太能喝酒 还点蜂蜜 会胖的 我要来次向威仪 给她来一杯五酒精鸡尾酒 好的 请稍候 也没有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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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我们的未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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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这样普通出身的女孩子 能有成团的机会 简直像做梦一样 像做梦一样 一到下眼睛 我也很幸福 你说 将来我们什么时候 能搬进那里啊 高级住宅区 是啊 你想住第几层 我们过两年就搬 我想要一整层 十层就很好 不高也不低 但是一定要有露天大平台 我呀 想住在最顶层 以前住在平房 只能仰着头看着高龙 我那个时候就想 有一天 能够高高地看着脚下万家灯火 我看着每一个人 好漂亮啊 我刚才就看着他们俩眼熟 是今天刚成团的吧 是Dream Sweet 是夏妍 李诗雅 白道发光哎 比电视里还白 怪不到这么漂亮 果然是明星嘛 李诗雅 喂 现在是四月时间 别碎碎被面怕 哦 哦 谢谢大家的喜欢 请一定要支持Dream Sweet 我看 诗雅全身的唱片 快点一天啊 今天也宇宙无敌 百无禁忌 万无莫敌 超级喜欢耶 Dream Sweet 横空出世 清静时尚丑而下沿 诗雅尽显大气风采 斩获多家大牌合作 A Hoje Yes Sweet Like Caramel Yes Sweet C Like Caramel 只有这种程度就发火 诗雅 我觉得你太小题大作了 可那些狗仔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你以为狗仔什么人都拍呀 你人气高 他们才会围着你 随时关注你 这就是流量 流量这么高 到时候 薪资不会少你的 你还不满意啊 你是女团人气最高的 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但是他们严重影响到我的私生活 那些网友的评论你没看到吗 那些诽谤和乌言晦语 你们就不管吗 明星还有什么私生活呀 不管是诽谤还是赞美 都是观众的呼声 你作为明星 早就应该有全盘接受的觉悟 这就是你的工作 想当明星的人有千万个 可真当上的 不过是千万分之一 好好干吧 李时雅 别人抢破头都拿不到的机会 你现在正享受着呢 无尊 享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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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明白我想受什么了 我那么努力地唱歌跳舞 把快乐带给所有人 凭什么我要遭受这样的对待 日积月累 一天又一天 被迫牺牲自己的隐私 用那么丑陋的方式得到的东西 还带着违心的面具 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他在身后 去哪儿 世雅 别太任性了 做我们这行怎么可能不受委屈 圈子就这么大 越来越多的一人前扑后继 如果我们不拼命往上走 就只能被淘汰 然后被所有人忘记 你难道想过那种日子吗 好了 别耍小孩子脾气了 回去吧 忍一忍 日子那么长 什么都会过去了 是呀 对不起 我过不去 这是您点的冰美饰和香草蜂蜜冰沙 那个 不好意思 请问两位是君斯卫特的夏颜 和李时雅吗 不 您认错了 好的 请慢用 喂 你倒是遮一遮才出来啊 实在没那功夫 这都几点了 还一身酒气 怎么这么糟蹋 还点蜂蜜冰沙 喝这个会胖的 和你又没关系 我就是想来看看 你现在在做什么 过得怎么样 我 怎么还有脸出来见他呢 空总 所以回答呢 挺好的 每天睡到自然醒 偶尔像昨天那样喝喝酒 等下半年 应该就去上学了 大学生活感觉挺有趣的 和在女团学的那套 应该完全不一样吧 还挺期待的 开心吗 我问你开心吗 你现在 已经不用再戴着面具了吧 我得走了 你既然 已经自愿选择这样的生活了 就该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想谈恋爱就谈 是呀 好好享受吧 这样才对得起我 不是 你也是 真还用说 谢谢 好 你也是 ины 硬盖 你们 你也是 有趣 你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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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来 你也有趣 你也有趣 你看那个人 天哪 这是谁啊 和喜欢的人 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呀 金棠 怎么回事啊 怎么全山都被淋湿了 你不是带伞了吗 没事 大概是有人看不得那把伞是新的 就拿走喽 那你不会是一路淋着雨走回来的吧 偶尔这样也不错呀 看来 你跟朋友聊得不开心啊 没有啊 聊得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那就好 感觉跟之前又不太一样了 你呢 要去哪儿啊 便利店 买点零食 要不要给你买个热的 喝点 大意了 这是要干吗 老婆 要去哪儿啊 燙头发 烫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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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相刚刚好是我的材 还有个子刚刚好 肩膀呢 也刚刚好够宽 腿也刚刚好够长 身材比例还不错 大肌线看起来也刚刚好 还算有眼力剑 一品也刚刚好 织得又近 眼灵差也刚刚好 你不喜欢我吗 喂 是我呀 这次没有醉醺醺的呢 不叫我打包头姐姐了 好久没跟你通话了呢 怎么突然回家了 我老妈过生日 买了什么礼物呀 打算明天买 打电话有事吗 没什么啦 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那听到以后心情好吗 为什么 我想把自己想做的都做个遍 比如说下雨天不打扫了 和喜欢的人一起淋雨 去吃甜品自重 直到扶着强出来 还有羊小猫 来一次背包自助游 还有谈恋爱 轰轰烈烈的那种 那种让所有人都知道的恋爱 要买情侣剑 传照片到网上 去公园约会 不戴口罩 不戴帽子 大大方方的 手挽着手在外面走 至于表白呢 最好有树花 很大很大的一树 你知道吗 粉色的玫瑰可真漂亮 还有啊 虽然有些老土 但我还是想要新型蜡烛 最好周围 有很多人在围观 就像电影里一样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大声喊出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君堂 你要记住 吃完再进去吧 只有我们俩吃了 小心被发现 喂 好热啊 干嘛 哇 连老只胳膊都不行吗 这家伙 没有了 上次若妮姐突然开门出来 吓了一跳呢 还能注意到若妮开门 你是根本就没集中啊 不是啦 居然在亲亲的时候 还想这想那的 人家好伤心哦 诗雅你听我说 嘘 集中精神 这次 你只能想着我 到嘴边却没能说出口的话 明明已经下定的决心 却还没来得及好好传达 这或许 就是青春的结局吧 君堂 干嘛呢 袁君堂 脸色那么难看啊 你怎么了 你哭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 在等施雅 想对你说 我喜欢你 好开心 我也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那我先进去了 明天我叫你起床 我 完了 我本以为是那黑发和红唇 蛮横地夺走了我的心 但却没有发现 自己早已无法克制想要得到拥抱的 其实是她炙热 又神秘的灵魂 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呀 去买树花呀 跟我交往 可是有数不尽的好处呢 比如 李世雅 你就站在那儿别动 等着我啊 一乱情迷的话语 甜美诱人的笑容 还有那看似疏离 实际柔软的心 在这剩下的阳光里 将我爱上她的理由 全部告诉她们 金桃 再来表白一次吧 还让我尽力